这就是号称天下第一剑的月王沟剑剑 当年月王沟剑就是提着这把剑登上了诸侯盟主的宝座 成为春秋时代的最后一位霸主 而且这把剑还象征着王者的尊严 更是月王沟剑用十年卧薪长党换来的不放弃不求安逸的决心表现 这把剑出土于1965年 在湖北省荆州市的一座楚国墓葬中被发现 那么问题来了 月王沟剑剑为什么会出土于楚国墓里呢 难道是楚国把月国给灭了之后就把剑也抢走了吗 其实并不是的 据史料记载 这把剑是当时月王的女儿嫁给了楚国的国君 从而作为嫁妆给嫁了过去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月王沟剑剑会出现在楚国墓里的原因 这把剑长55.7厘米 宽4.6厘米 总重量875克 而且剑身还刻着两行鸟转名文 月王纠潜自炸用剑 虽然此剑已历经了2000多年 但依旧锋利无比 考古专家为了测试剑刃的锋利度 把一打白纸放在了桌面上 结果轻轻一划就划破了26层 震惊了在场的所有考古专家 而且自他从剑翘中被拔出来的那一刻 竟然没有发现任何一丝锈迹 只因工匠在剑身上镀上了一层寒个的金属 而使其千年不许 就像刚被铸造出来一样 而且个还是一种稀有金属 提取过程也十分困难 需要在400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下才能提炼出来 而且个技术还是在1937年才被德国科学家所发现 由此可见我国古代工匠技术早已超越世界2000多年